早班您各位,我是昆仑刘石,欢迎您来到我的书场 今儿啊,我继续给您聊这个诸三太子案 上文书啊,咱们说的这个诸三太子案啊 设计的是一位崇祯皇帝的真儿子 也就是太子朱游朗 今天这段书所涉及的诸三太子啊,那可是正觉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一定要说这太子非得杭三的话呀 在这个案件当中啊,他设计的皇子就是杭三 这就是崇祯皇帝的三儿子,定王朱慈炯 和咱们上文书所聊的 发生在顺治元年的北都太子案比较起来呀 这个故事发生的就比较晚了 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啊? 康熙47年,也就是1708年的3月份 具体日子呀,是润3月12日 在北京城的康熙皇帝收到了一封密着 这封密着是谁写来的呀? 是他的发小好哥们江灵之造曹寅写来的 这曹寅呢,不用我过得的介绍 大伙都知道啊,这是从小的侍卫出身 他的妈妈呀,又是康熙皇帝的奶妈 最为著名的,就是他后世啊,有个孙子 叫曹雪芹写了一部冗长的爱情小说 叫做《红楼梦》 关于这曹寅的事迹,咱们在前方讲至秦敖拜 讲九子夺敌,讲曹琴先生的时候啊,都没少聊了 所以说呢,就在这儿啊,咱们不过多的啰嗦了 咱们直办主题,就说说呀,这道密着当中的内容 这亲信和皇上聊的是什么呀 聊的呀,主要就是发生在江南的几起 诸三太子案 这部书开篇的时候啊,我就跟您交代了 咱们不把所有的诸三太子案啊 在咱们这部书里都讲咯 因为有的故事啊,它没有意思 但是啊,在咱们主线里能够提及的 我还是尽可能的,稍带手的,给您讲一讲 曹寅在密折里提到的第一件诸三太子案 就是发生在浙江的张二十一,张二十二,诸三太子案 曹寅说呀,经他调查,这张二十一,张二十二啊 完全是打着诸三太子幌子的土匪 并且啊,这股匪帮啊,号称有一千多人 实际上啊,那全是当地的老百姓 并没有这么大的实力 这哥俩呀,是头领 二十一呢,自称是总爷 二十二啊,自称是二爷 平时出入的时候啊 身边都跟着五六七个随从 实际上啊,也不过是这些人 剩下的啊,都是他们雇的一些老百姓 都是一些挑夫 并且拿获这帮匪徒的时候 也并没发现有诸三太子的踪迹 再有呢,就是这个奸僧依恋的诸三太子案 虽然这奸僧依恋啊,尚未勤道 但是啊,他的父亲蔡德道 以及徒弟左权,前修,智爵等都已经积拿道案了 经审问啊,这一念根本就不是诸三太子 他的爸爸姓蔡,叫蔡德道 他们家在当地啊,是祖传的神棍出身 颇有一些煽动力 这一念和尚呢,虽然尚未到案 但是这个犯罪集团啊,已然被粉碎了 并且这个集团的随众啊,并不多 所以啊,也不足挂齿 一奴子我看啊,这里边最为可疑的 倒是康熙四十五年七月 也就是三年前浙江的张岳怀案 这里边啊,涉及到一位年轻人 身上啊,倒是疑点重重 这张岳怀案又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啊,和前几个借着诸三太子名义 或是举起反旗 或是杀人越货的大匪不同 这张岳怀啊,无非是妖言获重 蛊惑人心 他自己声称啊,他认识诸三太子 他说啊,在他的朋友里 有一个叫做何子奋的 就是诸三太子的儿子 排行啊,在老二 原名啊,叫诸龟 据何子奋交代,他爸爸化名何成 就是前名的定王 现在啊,已经七十多岁了 与何子奋一同被拿到的 还有化名为何子T的五帝和六帝 化名何子静 同这三个成年人一同逮到的 还有一个小孩 据说呀,是他们大哥朱瑶的孩子 在急拿他们的时候啊 他们家还有六名女眷 在后院上吊自艺了 但是呢,煮饭跑了 就是化名为何成的朱三 据说是朱三啊,逃奔了山东 投靠他的长子朱瑶和四子朱人 说说至此啊,咱们得插一句 为什么我说书一定要称呼这个疑犯为朱三呢 其实这不是我的主意 曹寅呢,在奏折里就是这么称呼这老头的 因为在当时啊,他也不确定这老头 到底啊,是不是朱慈炯 曹寅的秘哲里最为关键的 就是他和皇上说呀 经过这段时间他的调查 他终于发现啊,这三个人 就窝藏在山东闻上县 退休之县李来鹏的家中 康熙皇帝读完这封秘哲之后 非常重视 他认为啊,这回的朱三太子案啊 十有八九是条大鱼 从曹寅奏折粗略的内容上 他就能体会到 这个老头啊,他就是 崇祯皇帝的遗孤定王朱慈炯 于是这皇上啊,立刻诏令刑部 秘密缉拿人犯 不但责令直立巡抚 安排人员配合地方一切秘密行动 就为这事啊,还专门往山东派了钦差 谁呀,就是忽不左侍郎,木旦 并且他亲自交代木旦 说这审理工作呀,由你全权负责 抓到朱三太子后啊 立刻押往浙江进行审讯 哎,这个桥段您听着耳熟吧 为什么那个谁那个谁 审讯一定要在山东进行啊 还有那谁那谁 审讯为什么一定要在云南进行啊 古往近来都是一样 这种大案要案啊 都是一定要在异地审讯审判地 那有的朋友听到这就得说了 既然朝廷做了如此周密的安排 那么捉拿着朱三太子之时 一定是大费周章很热闹的一段书呢 哎呀,这让您失望了 其实就跟上基隆掐小鸡子一样 就把这仪三呀给逮着了 当然,还有那个窝主 就是那个曾经认过饶阳支县的李鹏来 要说抓人的时候啊 部署的阵仗确实不小 济南府同志高红亲自带队 他几乎把济南义府的快班牙役全带上了 这还不算完 这钦差大臣啊 还从八旗驻房营当中调了骑兵一百名 鸟枪手一百名 到了这文商县城啊 就把这李鹏来家给围住了 把门敲开一问啊 这人犯俱在 他们要逮谁呀 他们要逮的就是这李鹏来家的教书先生 和教书先生的爸爸和弟弟 您想啊 就这仪三个文弱书生 再加上一个退休支线 他能不好逮吗 放个屁的功夫 这四个人呢 就给捆的跟小鸡子似的 一同装上了囚车 康熙47年4月初三抓捕到了人犯 初六日的时候 这钦差大臣就到了 所有人犯一同装上囚车 一同是压奔杭州 这才要审理这场诸三太子案 为什么压奔杭州啊 上文书咱不是交代了吗 皇上说了 这个案件呀 一定要到浙江去审理 因为诸三那仨儿子 不是还在浙江那压着的吗 这个案件在浙江的审理记录 咱们呀 一时查不到 不过呢 有这么一份记录 叫济南府同志高红问取贡单 我们倒是啊 可以拿来参考一下 在当时啊 逮到人犯的时候 这个老者呀 他自称姓张 有人说你姓朱 改姓王 人人都称你为王老先生 你今日呢 又说你姓张 你先把你的真实姓名 从事供来 这老头啊 他极为冷静 抓他那天啊 他就没害怕 这老者说呀 我原姓朱 是明朝的后裔 排行在四名 叫慈患 哎 这就是这份供单啊 第一个可疑的地方 这老者说呀 自己叫朱慈患 其实朱慈患早就死了 他是崇祯皇帝的五儿子 生下来啊 五岁就死了 这件事啊 咱们在前文书也交代过 我怀疑这段的内容啊 是后人改的 因为满清朝廷 一致的口径就是说 所有朱森太子 全是假的 全是妖言惑众 应当弄死 这高宏坐着大清朝的官 他也不敢有其他意见 所以在这儿啊 故意啊 写出一个大破绽 意思就是说呀 你连自己的名字都不知道 必然是假的 然后这唐官又问了 你有几个儿子 家口现在都在何处啊 老头说 长子朱和瑶 次子朱和归 三儿子死了 第四个儿子呀 叫朱和仁 五儿子呢 叫朱和赛 六儿子叫朱和坤 老大老四都和我一起 被你们拿住了 老二老五老六 在浙江啊 也被你们拿住了 我的一妻一妾 女儿 还有大儿媳妇 在躲避朝廷抓捕当中 不堪受其类 也都上吊自杀了 我呀 有几个朋友 宁波的监生张月怀 还有董宰臣 他们呀 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不过 我大儿子的东翁 李鹏来 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 崇祯十七年 闯贼兵败 我在乱军当中 被裹挟到了河南 后来逃出离闯的军中 流落民间 整整六十年了 我呀 这一生 以教书为生 从来没做过 任何谋反的事 关于浙江所发生的这些 所谓的朱三太子案 这些个涉案主犯啊 我是一个也不认识 其实啊 要我看来这份共担最可疑的地方 就是皇上说了 要钦差大臣亲自审理此案 一个小小的济南府同志 抓捕人犯之后 核对身份啊 是你的本分 再问多了啊 你有没有这个权利啊 但是啊 这份共担当中 他也有可信的地方 就是核对身份这块 您看啊 这朱三啊 给自己儿子起的名字 中间的一个字啊 是核 那正是朱元璋 给燕王一支 这二十个字的排序当中的一个字 并且啊 就在词的后边 再看啊 每个儿子名字当中的最后一个字 都带土字旁 这也正合了 最后一个字 要金木水火土 轮换的这个规定 词字后边啊 应该是火字边 火完了呢 就应该是土 这么一来啊 所有孩子的名字 就全都合上了 那么这个老头的命运呢 最后肯定就是一个字 死 可是这老者呀 死的也算是一个不明不白 自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十二日 文尚太子案 所有涉案人员押往浙江 经过唐审 钦差会审 九卿会审 冷堂热堂 过了无数遍 沈安大臣和康熙皇帝 无数次的书信公文往来 都承认 这个人就是 前名定王朱慈琼 可是到了后来 需要定案的时候 这康熙皇帝的口分可就变了 据康熙皇帝上誉所在 匪类称朱三者甚多 浙江朱三 即王世元 义子 朱瑶 朱归 朱仁朱赛 朱坤 义孙 朱玉宝等 代至京城 问明正法 您看在这道上语当中 不但朱三孩子的名字 中间的盒子被去掉了 并且朱三本人名字都不提 而且着重说 这朱三就是王世元 什么意思 皇上说 这朱三太子是假的呗 并且在清圣祖实录47年10月初五日 是这样记载的 历布侍郎牡丹 压解贼犯朱三 即王世元等 父子六人至经 朱三共一 系崇祯第四子 查崇祯第四子 于崇祯17年前申故 又遵尚玉约 传唤明代老年太监 据不认识 朱三明系假冒 朱三父子应灵迟处死 得尚玉约 朱三即王世元 捉灵迟处死 义子朱瑶朱龟 朱人朱在 朱坤 据历斩 您记住这天啊 就是康熙47年的10月初五日 也就是 1708年的11月16号 在大清朝的国度 北京城 灵迟处死的一个75岁的老头 和他的五个儿子 包括著名清史学家 孟森先生在内的学界啊 普遍认为 这个人呢 他就是崇祯皇帝的三儿子 定王朱慈炯 我是怎么认为的不重要 您怎么看 咱们呀 可以在留言区 好好的掰扯扯扯 得嘞 今天咱们这段书啊 就到这 在我嘴里啊 今儿半天又说死了一位皇子 明儿啊是个好日子 明儿咱得说一活的了 这两天啊 把这个大明司宗皇帝 剩下的遗孤 挨着班儿的说死俩了 明儿啊 咱们得给崇祯皇帝 留个后人了 要不然啊 我这心里总有点不落人 精彩回幕就在明天 到明天呀 咱们要说这 勇王 朱慈照 Alabama Tax 两天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